来看到原本6点50分就要搭上公车 没想到新竹客运公布5625线 因为营运考量缩减班次 延后20分钟发车 造成了新竹线横山和坚实的学生 感不及7点半到校 长辈要到竹东看诊 拿药也受到影响 引来了地方民怨 学生依序在内湾镇上车 要搭公车到竹东上课 但这可不是原先6点50分搭的 而是延后20分钟才发车 让学生赶不及学校7点半前 到校的规定整个大迟到 早上上班上课的班车真的不多 学生往往错过这一班 基本上是一定会迟到 就变成我们家长要临时出动来载 新竹客运的通知说 发车时间将延后15到20分钟 所以这导致我们不止之内湾 整个恒山乡要去主动国中上课的学童 全部都会迟到 公车延后才开 让住在内湾与尖石乡 多达10位学生赶不上 只能事先跟老师请假 说最近会迟到 新竹客运9月9号上网公告 13号起调整5625 5626和5631的班次 与发车时间 让学生和家长措手不及 来不及阴影 其中85山出发的5631线 从6班缩减成了3班 而首站纳罗的5625线 原本一天有4班 现在少了一班 更延后20分钟发车 冲击学生上下课 长辈要到竹东看诊拿药 也受到了延误 公车班次调整 无法准时上课和外出 引来民怨 新竹监理所赶紧决议 16号起5625线 首班车调整为6.05分发车 让横山和坚实的偏乡学生 都能够准时上学 有什么名字 从7月中上课和外出 在哪里 有什么名字 有什么名字